说要说现在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冬奥吉祥物冰敦敦绝对是当仁不让 然而一敦难求啊 于是全民自制冰敦敦大赛开始了 哈尔滨24岁男子王小龙 在家中就用扑克牌摆出了一个冰敦敦的造型 整个造型的摆放共花了十个小时 用了四千多张纸牌 其中冰敦敦部分用了一千张 王小龙表示希望用纸牌冰敦敦 为运动员们加油 祝福他们取得佳绩 大家为了拥有冰敦敦都很拼啊 再受一位自制冰敦敦大赛的参赛选手 浙江绍兴的王先生是位理发师 他在顾客的头上雕出了冰敦敦的图案 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 王先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成 这最后的成果还真是唯妙唯相 万物皆可冰敦敦 别说这毛茸茸的冰敦敦还挺可爱 让人看到了一人一吨的希望啊 说近日天津的一对新人结婚 要借用邻居的车位 于是便在邻居的车上留了一张纸条和一盒烟 车主余女士表示 当看到邻居留下了纸条和烟之后 心情很好 并将车辆挪走让出了车位 不得不说咱这事办的是有理又有面 说近日居住在澳大利亚珀斯市的一对夫妇 最近在家中搬动沙发的时候 被墙上渗出的一种粘稠褐色液体吓了一跳 但是尝了一下之后 父亲二人不得不选择拆家 原来这褐色的液体竟然是蜂蜜 拆掉墙壁之后 他们在封闭的旧壁炉里发现了一堆重大 101公斤装有蜂蜜的蜂巢 幸运的是里面并没有蜜蜂 只是一个巨大的老蜂巢 感觉这会是一个甜蜜的意外 说近日河南郑州 一小伙在做核酸的时候 因为嘴巴张得太大 造成下巴脱臼 嘴巴合不上了 骨科医生到场之后 判断小伙是右侧念下和关节脱胃 现场仅用十几秒钟就帮其成功复位 医生提示 类似的脱胃几率很低 小伙子之前可能有过脱胃病史